嗨 各位觀眾我是雪兔 今日呢我們過來這邊打卡 最主要的是我今天比較晚啦 剛剛去在家中把影片東西都處理好之後 才出門 然後他們跟我講說 欸 這邊還不錯喔 然後結果我想說我一過來他們就 喔 很大很大聲 我以為差不多要下了 沒想到我的BUFF 對阿翔以外的人也有用喔 夢幻的話 他們才打一個小時左右吧 應該一個小時左右 上下 差不多 差不多快 然後我想說也沒關係 沒有那個夢幻也沒關係 有個白龍我也可以 也可以來去玩一下 喔 可以喔 好 提起囉 太好了 前進準備好了 前進準備好了 有有有有有有有交換 交換機會 再配一次啦 啊沒有 好 好扯 Wy 結果不要在我們那邊出來 好爽喔 30元哎 要打白龍了 要打白龍了 好難中 都沒辦法碰到它 好爽喔 太爽了 很容易喔 多阿 欸真的我來就加速了 真的耶 為什麼 recorded 找電影 真的說哪邊卡跤 長一步 差一點 我就每次說哪裡卡叫我來就好了 我在拍大家說 重到那個時刻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難遇到那些神獸級別的東西 傳說一旦就告訴我 這些厲害的 你要到後面大家沒打的時候才有機會 你剛剛講了一個我沒有害怕的東西 再一個交換把他騙裝 看一下看有沒有啊 要這麼誇張 要這麼過分嗎 這樣也不行啦 阿伯 劉怡命啦 阿伯 我們交情不錯 哇 欸剛我這整邊要滑鼓了你知道嗎 差點的 喔走人了 走人了 沒事沒事 我剛才發現我忘記戴那個腳架 然後這樣我拍攝會很痛苦 要怎麼拍這個問題 阿伯白龍沒問題 換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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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 換換 .. 來囉 人家來了 準備去妹米囉 就正 Engel 對 準備去妹米囉 啊~~沒有啦 前輩贏家後來就找到救醫師 然後連續下去了 幹嘛沒有抓走 他的最後 沒有 那個抓 他的最後一個抓走 他有拿他嗎 差不多要吃了 我剛剛看就是差不多差兩道而已 那他已經快吃了 那我真是想要吃了兩隻 我的天啊 哇 你的反應超快的耶 你是不是有吃到 有感受 有感覺 我的電在旁邊而已 我不出現都哪 哇 再見了嗎 一定就能抓得到 有機會啊 喔 抓 哎呀 可惜 水母 沒有 啊 可惜了 這一個相機沒壞掉 我覺得就算是好運啦 相機沒壞已經算好運了 那你怎麼去救的啊 沒有 我感覺他好像快抖了 出現 可以回家了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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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剛剛出來了 我才剛過來不到 你才打一場 我才打一場耶 一場是直接怎麼兩張都不見了耶 對啊 我就講嘛 各位 有進什麼高雷裙 裡面有雪兔的話 你們遇到好卡 不要吝嗇找我 好不好 載我過去就對了 過去我打得開心 然後開得開心 你們也拿得開心嘛 那不要講說 喔 雪兔來會拿走 沒有沒有 沒有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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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兔都拿不走喔 這邊 這邊還有卡 你們要過來一下 我一過來就差不多下了 好 行啦 找到有帶嗎 兩個都來了 找到沒有帶 沒有帶 我有 沒帶 我有 給你給你 等一下喔 我拿給你啊 不要吝嗇嘛 這個是一個 冥冥之中一個 一個自己 我跟他換位置 對 如果他沒換的話就是我中啊 因為我去上廁所啊 對 我本來跟你說 欸 他要先 對 我說啊 然後你說啊 沒關係 本來真的是他中了 冥冥之中 我把自己的運用掉喔 這個就是今天的運 這個就是今天的運 金字不宜打卡 夠了 金字不宜打卡 沒有 可是他今天打很多喔 他最早來的 然後他跟我說 他跟另外一個大哥 已經投了三十幾大區 好 那這一張你贏得 我已經贏得了 這張贏得了好不好 然後我是開完店走過來 我問他們說 欸 可以一起排嗎 那不行 那不贏得 哈哈哈哈 我什麼都沒得到 沒事 至少有碰到夢幻了 有 有 開心啊 有 開心啊 大家開心啊 開心啊 開心啊 我們等一下可能會去 另外一家 如果另外一家還有的話 就繼續打 如果沒有的話就 也沒關係 也沒關係好不好 你帶腳架車 我很多東西都拍不了 哇 那還不如去看那個 貝比那邊還有沒有 有沒有下啊 好啦 我們來去下一個點吧 好啦 我們來去下一個點吧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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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便利抽套裡面只能用手指 我可以用電影 哇 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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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再一次的高光時刻 打個再一次的高光時刻 哇 可惜 哇 可惜 終於有機會可以推究極球了 好 什麼東西都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非常的合理 再見 再一次 再一次 哇 都中不到究極球 沒究極球也沒差吧 只是 高機率一點 都低機率 哭 可惜 高級球 究極球跟高級球 其他比率 比較高 十二 哇 衝 樱花 好的 我們回到了家中 首先 先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其實打了很久很久很久 快四點半左右 去到文森那邊 打完了一下子 之後 我們又去了貝比 因為那邊聽說還有夢幻可以來去排打 一過去呢 剛好就下了 就在我們去到那裡前一道 打完了之後 想說算了啦 那也沒關係 我就回家吧 回家路上呢 我們就到了文化 文化山路 那附近的一間7 忘記了 還是文化紀錄忘記了 反正那邊一間7呢 我一過去就看到說 喔 有人在打克雷瑟利亞 我也來去打看看好了 那一張四星我沒有 結果一過去 欸 坐下來 那一張四星就被打下來了 那裡的 還有也講說 不用擔心啊 這邊還有超夢 看你要不要一起來排打 然後我就坐下來 欸是超夢歪 結果打著打著 火焰鳥出現了 超夢歪 後面的電數目也出現了 而在這個攻略的途中 有一家人過來 他們是兩個小孩 一個大人 然後他們就講說 他們只會打兩道 所以總計是六道 而這六道呢 剛好他們就把超夢歪給帶走了 就在他們的最後一道 而超夢歪呢 在他們的手裡 真的是 真的運氣超好 因為小朋友 他們怎麼打 都是高級球 隨時看到是直接一個 哇 真的是運超好 而另外一張火焰鳥呢 是被一個大哥打下來 打完五星 沒下 異星交換 而最後一張電數目呢 真的沒辦法打下來 絕對呢 因為愛雨還要回家吃飯 也要開台 所以就想說 那就先不打 可是那一條呢 補條是 夢幻 沒意外明天早上 八點到九點的時候 會過去那邊 來去做排打 也不知道電數目有沒有被打下來 假設真的電數目 硬要打的話 沒準 我猜啦 明天真的是八點 應該至少有三四個人以上 所以今天打了多少呢 今天打了很多 整體上來說 這一次應該是有 擴增很多的圖鑑 本次算是我們第一次 出去外面打 沒有獲得五星 你知道嗎 我本來很執著 想說 我一定要打到一張五星 結果沒辦法 打了一堆四星 光是這一次 我們的四星就打到了 五張 本次 我們打了 17張 沒錯 我來看一下 那圖鑑 增加了哪些 他歪噴一起下 對 超歪噴一起下 皮卡丘也有打到 我一步也有打到 本來想說超夢歪可以打到的 可惜了可惜了 當然如果是在7VEN裡面的話 可能就有遊戲畫面 也請大家多擔待一下 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 雪兔希望你會喜歡這一次的影片 也非常恭喜這一次打到的 所有的夢幻的得主 都在雪兔的前面下下來 沒問題的 我 我不是很心痛 我只是 就是 很想打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給學助 訂閱學助 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我們就下集影片再見啦 各位掰掰掰掰掰掰 掰掰